县政府一年一度亲子最大的盛事野餐日 在鹅少馆办理的Together 在凉爽的天气鹅少馆前的草地 县长陈光复也由社会处长桂祥成陪同 一一着访每个摊位 Together活动丰富,人潮满满 开场是由鹅少团体带来的生动活泼的舞蹈表演 现场还有鲨鱼叔叔的音乐教室 小朋友上场同欢,气球魔术,手作风筝音乐派对 以及宣导闯关活动 让参与活动的大小朋友们吸收新知 活动筋骨,收获满满 可以一起度过美好的下午这样的一个时光 我们社会处各个摊位都已经有摆设 那警察局呢,富佑队呢,也有这个一些摊位呢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去逛一下 那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下午 谢谢 谢谢 社会处长贵祥成也表示 为了这场活动两个月前局处开始筹备 气象报道这几天会有雷雨 幸好来个凉凉的午后 让亲子们共同在鹅少馆前的草地同欢 听歌,闯关,手作,吃东西 过一个快乐的亲子假期 最重要的还有精彩的节目演出 这是沙漠啊 好不好吃 拿着拿着拿着 梁傑春天,是沙漠的 老虎说,我把你放到鹅少馆前 还有声同态的 世音火 天真是有奇迹 天真是有奇迹 我用她娘柠檬的双脸 发现她的幸福感的过产 幸福有没有在我的身边 怎么一直都看不见 陈现长说 从过去任内积极推动了许多幼儿政策 今年7月1日起 补助两岁以下的幼儿奶粉尿布费用 同时持续推动非盈利幼儿园 以及私幼准公共化 分摊家长寒暑假照顾压力 请欢迎我们社会处来办活动 我们现在苏家 苏家小孩都在家 我们希望不要在家看平板 玩手机看LINE看电视 可以看一个户外活动 打打球运动 然后今天我们的餐会 野餐室的 让大家家长亲子带出来 晒晒太阳 认识一些朋友 野外的外党 这是很好 我才走一走 我每次到家 走 放电视 玩手机 这样就没办法 社会处也表示 根据了2022年儿童福祉的调查报告 台湾儿童主观生活满意度 一年比一年低 在2020年 学童主观生活满意度 为72.7分 相较于2017年时调查的报告低了6.5分 每个儿童都是本县未来的宝贝 守护儿哨的健康 发展权 游戏权 是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标 而整场活动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之下 圆满结束 记者王海龙报道